主席主委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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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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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那这个是等于是说一个紧急的措施 他说大概是三个月 那最多可以延长一年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 其实这个调降呢 最主要是进口商 在进口商这边 那如果进口商呢 关税给他调降了 可是呢 原物料他不释放出来 也就是说他还是把关保了很紧 其实我们经常就是在快过年的时候 都有发现 有一些民生用品比较需求量比较大的 那很多中盘商或大盘商呢 就借机呢 把这些这个东西呢 把它这个先储藏 然后呢 调高这个价钱 然后再陆续卖出去 像这种情形的话 消保会这边会怎么做 对 那我跟杨委员报告 其实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那个国际上的小麦 和黄豆的期货价格大幅飙涨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他们到稻港 在后面产生的效应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就请财政部和金建会 要注意这个事情 那观察这个物价的变化 来开这个会议 像他们预定今天下午要开这个会议 那实际上这个关税减让的事情 是我们过去做很多次 那前一波是在今年三月份才停止的 才停止 那从四月开始 我们就按正常的再收关税了 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说 如果他们下午决定说 要关税要减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充分反映到物价 让这个消费者得到好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杨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人用囤积的方式 中小盘商会用这种方式 因为他先抢购嘛 对 所以现在来讲 比如说这个我们 这个都会跟其他部会 共同来关心这个事情 包括农委会经济部公平会 小保官这边一定要注意到 因为一旦中央有做这个调节的动作 那么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反映到 这个市场价格 要去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说 照这样子一个全球的气候 这个宿便的这个情形的话 就是它相当的异常 那有可能啦 未来这些民生物资呢 欠缺的情形会很严重 那政府有没有事先做一个准备 比如说事先做采购的动作 或者是怎么去面临这个 随时都有可能某些特殊物质 尤其是民生物质 一旦全球缺货的时候 台湾有没有办法 这个事先去抢购到 或者是说自己本岛呢 在这一方面 过去呢 很可能我们都是以赖的情形 那有可能啦 从进口以赖变成一个 自己是一个出产的一个国家 有这个可能性吗 对 这要看产品了 那像米的部分 我们原则上 我们是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 但是小麦的话 因为台湾这个气候 气候的关系 台湾也不是没有种小麦 台湾种小麦 唯一用土石卖给金门 在高粱酒的风味上添加的时候 可以有点用处 所以这个 我们要看那种产品 像小麦 我们大概没办法生产的小麦 现在有可能 因为现在都蛮全球化的 像有一些比较落后地区的国家 像东南亚或什么的 当然他们也有 也有这些 这个气候的风险 但是有一些国家 台湾是不是 听说现在也有很多国家啦 就是去跟别的国家啦 去租用这些地方 因为到时候你抢不到耶 你真的抢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 二手的这个生产者 就是说你借由别人的土地 或怎么样 来做生产 至少还比较有保障 至少这些东西 是我们生产的 那 我们去把它进口到自己国内来 还比较 因为我们有一点担心 在这种 这种 这个气候变迁这么迅速 而且呢 经常都有这个 天灾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政府为了保障 未来进口的这些原物料 能够像中国大陆就到处去采购啦 他都是事先去采购 包括机油矿产了什么 他都先下单 或者是说锁定某个生产地区啦 然后呢 他们的国人去投资 那将来呢 有可能啦 这个 我们进口的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 会比较抢得到 这些东西 那我们国家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预备的动作 或者是有长期的计划 有没有 我想 杨委员刚刚这点指教非常好 因为这个是用战略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对 没错 那目前我们这样做法 大概最多是买一些期货了 那如果说要进一步到这个生产地 控制那个来源的话 这其实是要花很大的本钱 那我 这个以前我们跟农委会也建议过 那个梁委员这一点这个想法 我们会再来思考 我举例来讲 我们上次去干壁要访问 干壁要过去是凉光的 他们是不够吃的 可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农耕队去了以后 他们现在自给自足 还可以卖给周边的国家 我觉得这些 很多 其实我们可以锁定 而且这些国家 他们也很期待 像台湾这样高技术的 而且呢 有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农耕团队啦 或者 当然他们是以我们台湾的这个产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那其实我们其实不妨也这样做 因为台湾在农业的这块是非常非常杰出的 包括现在的花博 花卉等等 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 技术是相当超群的 而且台湾又不像 像日本也算是很超群的一个 很高高高层次的 但是日本的这个这个 就是说愿意到这个偏远的国家 或者是贫穷国家去发展的 不是那么 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就是说 要跟这些国家有一些邦交啦 或者其实也是做国民外交 我觉得这一块呢 过去我们都做得蛮不错 不妨建议 因为你也是副院长 不妨我们在做一个全球战略的时候呢 我们重新思考 与其去扎钱去买一些国家的外交 倒不如呢 我们很务实的 那么将来也都是互惠的情形 那这个院长要不要把这个 也列入我们未来呢 这个第一方面是我们 这些原物料呢 将来呢 来源呢 比较有可以掌握的 另一方面呢 其实也是拓展我们很多的 外交的一个手段 是 因为姚远刚刚见识 具有全球战略高度的一个想法 我想回去跟院长做个报告 好谢谢 另外就是这个 目前啊 很多啊 这个素食店啊 都以这个儿童的这个玩具啦 来引诱啊 小孩子啊 来购买这些 很多小孩子 像我有的时候我们家的小朋友 啊 他吵着要我带他去素食店 我们凹不过呢 带他去 但他并不是真的要吃这些东西 他是因为店里面有什么 什么玩具出来了 啊 那个 那个幼稚园里面小朋友都有了 可是他还没有 那买了以后 最后我们还是说 你不吃还是要给 要让他吃 那 他也喜欢 说实在有很多这些高能 高热能的这些食物 其实对小孩子是不好啊 那今天报纸也都有在提 但是我是认为说 他们的说法是说 美国这边他是用限制 啊 限制就是说 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的餐 啊 这个 呃 配套 然后才可以 啊 赠送这个儿童的这个玩具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 可以 我们不反对 为了要促销 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手法 但是呢 就是说 要去限制他 你要提供这个玩具的 那你的这个蔬果的量 在这个餐点里面要具有 就是说你必须经过营养设计 之后 我才可以 才准许你呢 用这个这个这个玩具呢 来吸引小孩子来来购买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譬如说我们去买的时候 不晓得你有没有小朋友 你你带过去 我是经常带小朋友 不是经常 偶尔带过去 那小朋友会有一个 就是说你买了儿童餐 他就自动给你 让你去选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 就是说 比较这个 就是说 你第一个先限制这个儿童餐里面 必须要营养充足的东西 在里面 然后呢 你还要限制就是说 你小孩子必须吃完 这些蔬菜水果里面的东西之后 你给这些 这小朋友都会配合啊 给这些出售的阿姨 看了以后 再给你这个 这个玩具 就说 等于是怎么样 双方面啊 当然这个我们不能限制 这是一个 一个营业销售的手法 但是我们小宝可以这样子 一个规范建议 这样子的话 可以双赢吗 就说 小孩子 你你很难禁止他 因为每个小孩子他都 当然父母他有些会做管制 那就OK 但是对于有些父母 对于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 这个用这个素食餐的 这个要求 不是那么严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技术性的 或者是要求他配合啊 这个小孩子成长必有的这些啊 该有的这些啊 营养成分的东西之后 我们才让他做这样的情形 呃 我跟杨委员分两点来报告一下哈 第一点就是说商业行销的手法 在商业社会上当然是常见的 呃除非有违反工序两所啊 原则上我们是不会去拘束 但是第二点哈 刚刚杨委员所提到这一点啊 其实对于未来哈 这个国民的一个健康影响很大 这个健康影响很大啊 因为现在小孩子过胖 很小就谈尿病的 然后身高指数高的很多 卫生所他现在在他那个 国民阴阳法的草案里面哈 是有考虑要把这个列进去 我想美国会会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不是没有原因 我觉得我固然他们有有 这个商业上的自由的 但是我们消费者也有我们要求的 是不是 所以我是我是希望啊 这个不要不要给他过度自由 对于成年人他爱怎么吃 他要吃吃到他他生病 那是他家 但是小孩子没有选择性 这一块我们在儿童少年保护法里面 其实都有 就是说为了保障儿童的各项的 这个这个健康啊 安全等等都有 他这个有一个大的规范 那么大的规范里面 其实这个项目呢 可以照这样的一个要求来做 好不好 当然商业是自由 这个这个市场没有画脚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不让他卖 我们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做推销 那么过度不当的推销 其实在消费上也是不对的 哈 那另外就是现在呢 这个使用这个肥料过当的这个情形 相当严重 那过去我们都只注意到这个农药的部分 农药残留 那么其实呢 为了让这个 这些蔬菜水果呢 长得漂亮 很多时候过度施肥 那因为他这个有环保署农委会跟卫生署 环保署农委会是在种的时候 可是出来的产品是卫生署在管 那这个部分啊 是不是能够统合一下 因为 因为前端如果不控制好的话 后端是很难做管制 与其后端做管制 不如前端跟后端啊 一起联手来做 好不好 对像这类似问题 我们就都会在那个 消费会的委员会议讨论这些事情 好不好 好好